好 我这会儿 还出场 没办法 上风有令啊 我停 主任 是我 安平 你想干什么 我有紧急情况 进一步说话 主任 主任 胡斌就是咱们要找的青年将团的漏网分子 什么 你怀疑胡斌 胡斌是青年将团的漏网分子 什么 你怀疑胡斌 你让我看了 他们要解说 様子 不 干什么 ように 我用你 用你 你有一些 韩将 情报 有一些 说 他 他 不 说 来 为 一些 Tay 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内部 早已丧失了相互的信任 忍忍自为 老虎 坏了 李金中不在警州 经过再三合十 李金中已经成飞机飞往的美名 登记名单 这儿 跟他一起去的 还有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 是 我确定 平安 黑老虎 通知知道的 让他去查李金中的岳父 在北平的住址 是 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他所有的信念 你 马上去机场 搞一份李金中近十天的登记记录 和所有同级人员的名单 是 你啊 去搞一份 赞三十二师所有高级军官 加卷的名单 然后和他那份名单进行比对 所有同时出现在两份名单上的人 都记录在 明白 去了 老虎 奇怪 彪子那边电话好像被切断了 打不通 续包 他來了 幾個人 就他自己 好 別阻攔 別讓他查見 謝謝 您找我 您的名字 您是一位 您的名字 您的名字 您是個名字 您可以 您的名字 您可以 不喜欢别人拿枪推着我 先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是谁 只是个背面 我看不出来 再仔细看看 你不会不认识他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和田梅一起合影的人 现在已经确定 是我们要找的 青年将团的漏网者 可他 和你戴着一模一样的围巾 别跟我说这是巧合 你这围巾挺不错的 什么时候学会打扮了 来 带上 不是这些汇文送的一个 我才不合适 带着带着 反正你不是也说过 喜欢这个话是吗 您确定 确定 好 欢迎订阅 散步 三 从来 这个弊 agent 但是我从来 最好扭狂的 感觉她不怕 立真献的 来 冰冰 Hagik 莫莉,你留下 安副官,事情怎么样了 你以前知道胡斌还有其他名字吗 不知道 你以前知道胡斌还有其他名字吗 你以前知道胡斌还有其他名字吗 那你听说过胡斌这个名字吗 没有 这个老胡 看来不简单哪 胡斌 胡斌 都是你干的好事 可是我不是胡斌 还可是不是你干的 你是不是有一条鸭子 这就是胡斌 这不是胡斌 胡斌 那怎么回事 那个罗网分子是隋云龙 是茉莉把他照片藏起来的 你知道隋云龙去过沈阳 你见过隋云龙跟王明德街头 你在临五阳身边的时候 偷偷翻过原始大案 是 在上交正式文件的时候 你把原始大案又抽走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吗 当初 舞阳带你来见我的时候 你还是个孩子 你是什么时候 跟孙玉龙勾结在一起的 这是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徐先生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是冤枉的 我没有和他勾结 我也不许同盟 我是擅自作主抽走了他们见面的档案 可是我觉得这是偶然的 因为孙玉龙是舞阳的之前 是他的亲妹夫 我这么做是怕毁了他的前途 你觉得我们现在还能相信你吗 你这么做是毁了先生的前程 你愿意的 如果我说话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现在没有骗你 好了 不要在我面前唱双簧了 林乌洋 你可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为了奖赏你 我才帮你 为你妹夫提升 难道 你就这样报答我吗 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力弥补 怎么弥补 我现在去抓他 我让案件水落石出 林伍阳 你给我听着 不管案件如何水落石出 你我的仕途都得完蛋 这点你懂吗 孙荣龙是你的妹夫 你的妹夫要投共 你我拖得了干系吗 现在一旦宣布孙荣龙 就是南京总部 清定的大案首份 所有的名强案件 都会一起对着我 这一点你能弥补得了吗 徐先生 这件事情跟伍阳没有关系 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 谁是什么 闭嘴 你现在就算死了 你也弥补不了什么 你怎么可能这么抓 林长 前面有情况 味道 习近矣 同路 习近矣 雖然这 竖直言 尽管 太陽最起碼浪費一天的時間 咱們現在的首要願望 是把這張城隆刀 交到東總首長那裡 驗證真偽 這時間耽誤不起 那怎麼辦 硬闖 就等你這球啊 公主隊 加強裝備 準備戰鬥 又要推擦 我是徐貫援 消息可高嗎 好 知道了 有一架从北平飞往沈阳的军机 二十分钟后 要降落在锦州机场 李静忠就在那架飞机上 给我接第七特征小组 立即出发去锦州机场 对 我亲自带队 醒醒 我去了 师姐让我把这个角度描掌管 最新的布防调动 好 您是苗卿长官 您是苗卿长官 少教参谋李静忠 奉命前来迎接苗长官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去北平 我怕打仗 我是高父 我不信 在三十二十没有一个闹钟 我问你 为什么回沈阳 不 我是回荆州归队的 我怕军阀放尸 那架飞机原本是被沈阳的 中途飞将荆州 那只是个意外 这些人是怎么合适的 他们在哪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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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让你知道 我是最不希望 再三十二十有问题的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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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他 是 你 有 马龙完成了递交情报的任务 转身就又换上了军装冲向了战场 看着渐渐向锦州逼近的战线 马龙恨不得坐着飞向城里的炮弹 一炮打进锦州城 早一天解放锦州 他就可以早一天见到苗青 而锦州人民也可以早一天迎来新生 太阳远迪 抓住 我说马营长 发什么疯呢 周长 营长怎么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知道了 又被你们纵队首长给骂了吧 连带领营长都不是了 不可能 今天上午市长还考头家长我们营长呢 家家家家家个屁呀 这要是家长 我们能上这儿再挖臭沟啊 我也说嘛 这是家长的样子吗 这人 expressedayo 你不要 reins BL 没跟大家说 你炸什么 那便要 ambiente 真的 ống 鞠ic人 然后 昨天晚上 我们瘦子 飞了一上午了 你知道吗 这飞机到现在 还在脑袋上飞来飞去的 为什么到现在 连个破机场都没打下来 现在他麦克尤 他们的飞机 在我们的眼前运兵 那么远我又打不着我急呀 怎么样 还没有开口吧 先生 我一定会想办法 让他开口的 那是你还没有找到 他彻底崩溃的命门 对 先生 彪子那边又有了新的发现 李金钟这些天 分别安排了二十五个人 离开锦州 全都是赞三十二十 高级军官的家眷 其中二十四人去了沈阳 只有他老婆一个人去了北平 我怀疑 他们在沈阳设立了接待战 想分别地把这些人 转移到沈阳之后 集中地一起转移走 找到那个接待战了 我派人去沈阳查了 我相信马上就会有结果 听够了 我不需要你的夸夸其谈 我要你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乌亚 你令我失望 对不起 先生 撬开李金钟的嘴 对你来说 有那么难吗 对不起 老师 好了 你别再跟我分析了 现在事实明摆着 孙英龙就是共党特使 前来策反的对象 李金钟这么密集地撤离家眷 说明他就是幕后主使 目的是消除他部下的后顾之忧 好将来对他唯命失存 先生 好在我们发现的还及时 我们现在安静 好了 那又怎么样呢 即使我们知道他所有一切 我们现在又能怎么办呢 索性 停止认知吧 你说什么 我是说 我们干脆停止认知 我跟你说 说清楚 什么叫背后一轮 我告诉你 就算司令现在站在我面前 我也敢说 你是不是 这个什么猪油萌的心了 你竟然派九十去打 你为什么不派我们去 如果我们去 是什么样子的 我跟你说 我用屁股想 我都能想到 肯定是那个叫什么 叫叫周周周鲁 周大胡子去打那个机场 他要去了 那不完了吗 他是什么人 我不清楚吗 刚刚进关的时候 我俩是在一个营的 他打几仗来跟我比 真的不是差得一心半点 你知道吗 我真的着急啊 你小子 我送你一句话啊 三斤半的鸭子 两斤半的嘴 你永远不懂得两个字 谦虚 谦虚 好好好 就当是他比我 更早当上营长了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机场现在打了多少天呢 到现在没打下来 我告诉你 到时候部队首长 肯定说他们都是吃草的 可是如果派我们特务营去 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我们特务营一个个都很深吗 我不跟你说这些了 好 侏辱再怎么着 人家也是一个革命统治 浴血奋战 你不要在这儿跟人吓呗 去哪儿啊 我这心里头吧 特别不踏实你知道吗 哪儿不踏实了 我也不知道司令 到底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司令把我给忘了 怎么就把你忘了呢 你小子这么能打 谁能把你给忘了 咬得这样呗 劳民大将 你帮我去 去送队里 去看队到底 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不去 还要跟你说 我也想去 可是你想想啊 这个冲队的驻地呢 在白楼火山 你离这儿两里多地呢 你说我不能擅自离开战场吗 这不是不好 你不能擅自离开 你就让我离开 让我翻草 你小子他妈真够意思 你要要 这是我的好朋友 你就跟所长说 说司令啊 马龙这个人真的已经不得了了 在战场上无法无天了 都已经疯了 没人治得了他了 你让他过来骂我一顿 真贱 我见过贱的 没见过你这么贱的 还让四年了战场上骂你 你想司令他老人家 我那么长时间没见得到他了 我想着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虽然他来 让他回来骂我 但实在不行他打我了 我这心里也输了 不是 行了 你跟我说了这么久 你就把你真实的心里的小舅 就跟我讲出来 好 好 说说说 心里想什么呢 好 绝对不可以 锦州保卫战马上就要爆发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孙云龙就是反叛者 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 必须及时地铲除这个后患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 是 那你 吓得去手 我只有一个后顾之忧 什么 我怕连累先生 吴阳 你这么想 不愧是我的学生 现在 我知道该怎么办 为了咱们俩 共同的利益 这次 对孙云龙 不能用通常的手段 更不能杀死他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 他是不是有同伙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他从供的那里 彻底地拉回来 真的有这种办法吗 如果有 你愿意去做吗 我杨不惜干倒徒弟 我这次 真不知道 还能不能信你 先生 请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你 这两天吧 特别奇怪 我老是做噩梦 梦天描青 浑身都是血 站在我身边 我心里就特别不踏实 你说实话就好吗 想描青啊 我知道 你放心 城防图不是过来了吗 已经证实的城防图是真的 那也就是说 被策反的那帮弟兄们 没有出问题 对不对 你凑什么心 还做噩梦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不是 可是现在 苗星在在城里头 我现在还在这 你这样 打锦州的时候 我代表独立室 我不跟你的特务营争 让你第一个带队伍 打进锦州城 你们俩先见面 好不好 够意思吧 好 让你先上 成不成 但我说哥 大舅哥 你真不要脸 你说你们一个地方部队 怎么跟我们特务营比啊 你们拿什么带我争了 你别再跟我做顺水推舟的事了啊 好吗 八诺 我是看出来了 你小子整个一个白眼狼 好 昏秋 哎哎哎哎 哥 帮我去一趟同培 让我去 我告诉你一个字 迷门 这这俩字啊 你去还是不去啊 不去 不去 发展口 你是我哥 你去车吗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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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是我计划的要点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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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姐你知道吗 我现在心里特别不踏实真的 我总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我除了担心我们的任务 我还会担心你 怕你会出什么事 你知道吗 咱们能不能 换个方法 咱们能不能换个话题啊 快点 不要 老胡 舰天装置已经安装完成了 哦 这个是他们的诗布 这个是孙药龙的卧室 这个是孙药龙的卧室 这个是呢 这个是苏英龙过去 经常去的一个茶馆包房 我担心他会临时起用那里 作为聚会的地点 所以我就提前做好了准备 您不是一直要求我们 有备无患吗 最近发现的那个电台讯号 活动还频繁吗 非常地频繁 根据发报手段判断 此人很像我们一直追踪的 共挡特使 但是此人行动非常地谨慎 我们几次试图定位 但都没有成功 继续跟踪 是 李靖忠 还没有开口吗 李靖忠没有 他确实是条硬汗 硬汗 他以为我找不着 他的人类是吗 不没有 根捷虽缘盲 看看能不能返向连动 然后找到那部电台 是 没有 没关系 有 伍阳 伍阳 你怎么了 没怎么 没怎么 谢谢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怎么了 茉莉 你说这个酒的颜色漂亮吗 漂亮 但是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太像血了 我们这场人啊 活在这个时代 注定刀口甜血 注定要用我们的先生 来书写属于我们的历史 你在说什么 是在作诗吗 我没有这个贤情压制 我里啊 大战在即 东北对于党国至关重要 而锦州又是通往关内的 咽喉要冲 可是现在 兵林城下形势危机 这场仗我们怎么能打赢 不光我们怎么努力 都很难顺利解决 这个危机 可是我好怕 是我想到你了吗 不用害怕 我们都不会有事 我们都会好好地活着 有我在 你还怕什么呢 为什么我觉得 你说这话这么没底气 打完这场仗 我们结婚吧 真的吗 你觉得我现在开玩笑吗 喝了这杯酒 就不许再改变了 不喝这个酒 我也不会反悔 更不许有任何借口拖延 你知道我巴不得你做我的太太 你会来 无恙 谢谢你 谢我什么 我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 一直就没有安全感 直到遇到了你 我觉得我的生命才有了意义 而且刚才你又给了我那样的承诺 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 乌阳 你怎么了 我没事 你别骗我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 我真的没有事 别逼我 我是你的未婚妻 你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 乌阳 莫莉 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什么事 到底要是要怎么办 你也认为了 他们都不知道 你也认为宦先 持不着 你也认为了 找到他们 他们是谁 是谁你不用管 找到了他们 就能弥补你犯的错误 亮就能救了你 救了我 还有许主任 那你去哪儿 我只能留在这里 做什么 我要当爹啊 我也要当舅舅了 来来来 我们好黑 乌扬 不是 她是你的亲妹妹 你不能拿她的生命 做赌注 这是许主任 新制定的计划 这样太残忍了 为了自己的前途和执念 即使对自己亲人下手 也在所不惜 是你答应许主任 要这么做的吗 你干吗去 我要去找许主任 说什么 我要告诉他 你不能完成这个计划 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别傻了 你现在去找他 他连一个后悔的机会 都不会给你 我喜欢你 要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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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恨你 我可以 我可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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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